欢迎继续收看新闻深呼吸 很多人住在大都市里 可能都没有爬树的经验 其实爬树是个老少贤乙的运动 不只可以锻炼体力 克服对高度的恐惧 还可以从不同的视野欣赏大自然 过去因为攀树技术 还不纯熟 科学家很难达到树贯层去做研究 所以树贯层一直是个未知事件 还被称为地球上的内太空 但现在攀树的技术跟设备 越来越纯熟 只要做好安全措施 一般人都能体验 离开地球表面的刺激感 为了推广攀树运动 临事所在墾丁国家公园 举办亲子攀树活动 吸引不少家长 带着小朋友来体验 尤其恒春有这么独特的原始林 特殊景观下攀树 真的有无限的感动 到这里 到这一段 安全措施要打一段 再一次就到了 好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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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春半岛三面临海 特殊的海陆位置 加上热带气候的催化 孕育出丰富多变的生态样貌 那恒春半岛有很多 就是没有分布在北部的植物 像是一些海岸的漂流林 那墾丁就是目前有全台湾 唯一仅存的香蕉湾海岸林 就是比较原始的森林 墾丁是台湾第一座国家公园 除了有珊瑚地形 营业板根之外 还有充满热带风情的原始林 白绒的气根盘结交错 不断延伸 茂密的景致令人震慑 走进白绒园 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 白绒园有一个特性 就是会走路的树 它会 所以它气根慢慢往外拖出 所以它气根拖出之后 它会成一层树灌层 所以对攀树来讲 是非常好的训练场所 树木长得这么高 要如何近距离观察它们呢 当然得爬上去 为了推广 攀树运动 临事所在墾丁国家公园 举办第一届亲子攀树体验 请来专业的攀树教练 指导这一群小学员 第一次在爬了新手 因为可能技巧上 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都会用所谓的脚绳 来做辅助 然后想尽办法先让 你的绳子可以受力 或是一点点跳往上推 这个要往上推 往上推之后 轻松地坐下来 然后等到你不会特别地晃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脚绳往上推 把双脚套进脚环踩在上头 这个姿势也考验柔软度 因为要屈膝贴近身体 然后接下来双手抓这一边 跟这个截的中间往下站 然后把这个布雷克截往上推 然后再慢慢地坐下来 然后就这样以此对推 一路上去 无论重复脚往下踩 手往上推 就能慢慢往上爬升 小朋友们张大眼睛 看教练示范 而最重要的是 别忘了做安全确保 好 所以你越爬越高对不对 下面要打一个安全结 避免我们不小心往下滑落 然后右撇子这样子勾着它 绕自己的方向往下 抓下面的这一端 它就OK了 接下来换小朋友上场咯 穿上装备 选一棵自己想爬的树 挑战离开地球表面 好 开始吧 再往下 往下 对 很好 直接推上下方推 这个比较重要 对 这个要推 然后再往下 所以记得你要往下 往内挺这样 好 好 很好很好 打一下安全解给我看 诶 诶 忘记了吗 忘记我示范一次给你看 好不好 好 好 把手这样打一个圈圈 然后手伸进去 抓 把下面的绳子抓出来 另外一只手可以捕住一下 抓出来就一个大圈圈 大一点没关系 脚放轻松 你放轻松 休息 你这样稍微休息 好 再推 再推 再推一点 教练们一对一教学 从爬树的技巧到打绳节 每个步骤都得聚系迷移 本来以为小朋友们会怕高 没想到他们个个都很有运动细胞 进入绳索辅助 再靠自己的力量 爬个几次 渐渐抓到技巧 像这位14岁的易凯 伸手俐落 第一个爬到树的最高点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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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刺激 然后他很高嘛 所以上去的时候风景也很好 就可能有时候下来的时候 可能放太快 就像自由落体 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 不只小男生胆子够大 连小女生都爬得有模有样 好 加油 快到了 加油 脚伸直 脚伸直 腰没有伸直 等一下 垃圾 对 还没 还没 还要再爬一次 现在只摸到鸡头 还没 还没有压到 爸爸妈妈在树下隔空直到 看到孩子个头这么小 却拼命往上爬 也不断为宝贝加油打气 应该要开始 他的动力就是 他想要去按那只铲叫鸡 所以他才会爬那么高的 就平常有在做运动 也有爬过这样子的活动 但是以前没有爬那么高的树 而且在 可能在公园里面爬 不像这样 比较像 比较像原始森林里面 体验不同 不过要爬到这么高的树上 平常就要锻炼身体 如果没有足够的体力 恐怕会爬得很吃力 可能就短短 大概几分钟 可是他 会比跑大概800公尺还要累 所以蛮累的 嗯 最累是哪部分 比如说手啊 或是 手跟脚 因为你要一直把那个绳子 往上推 然后又往下拉 就很酸 刚刚看到小朋友爬树好像蛮轻松 不过真的蛮累的 像我花了蛮多时间才爬了六七公尺高 但是上到树的上面呢 确实的感觉风景很不一样 平常在树下只能看到树干 树根跟落叶 我有爬到树上才能看到树贯层的世界 因为树贯层以前是不容易到达的 有攀树这种技术之后 我才可以知道说 树贯层的树材结构是怎么样的 过去人们很难到达树贯层探索 所以树贯层显得格外神秘 还被称为是地球上的内太空 而现在攀树的技巧和设备 都比过去进步许多 不只科学家们终于能攀上 二十层楼高的树上做研究 一般人也能借由攀树克服内心恐惧 当你多爬多次之后 你的协调性的既纳力 跟高度的克服上面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帮助 OK 难得有机会体验攀树 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爬到顶端 你要看整片森林 视野感受跟地面大不同 藉由攀树让小朋友亲近大自然 跟树木交朋友 也是另一种生命教育 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过 关渡自然公园二十年 也看到台湾的海岸聚落 如何与大自然共存共荣 发展蓝色经济 也保育自然生态 真正做到海洋国家的本色 这些都是一步一脚印堆叠而起 建构独特的台湾之美 大家一起来 今天非常感谢您 跟着我们一起 新闻深呼吸 我是陈雅玲 我们再会